这次川普当选美国监狱股大长 美国承介公司和GEO承教集团等私营监狱公司 一直都是共和党的金主 而且还是共和党的铁票仓 尤其是GEO 他们一度还是臭名昭著的反华魔证人 被川普钦定的下一任美国国务卿 马尔科·卢比奥的最大金主之一 以CCA公司为例 CCA主要关押已被美国法院判刑的罪犯 交不起保释金的在押人员 还有那些因为缺失身份证件 而暂不能被遣返的非法移民 因为业务突出经营良好 所以早在2007年 CCA就被福布苏杂志评为 美国最优秀的400家大公司之一 2015年 CCA公司的年收入达到了17.9亿美元 净利润超过1.6亿美元 这个盈利率已经比很多美国大公司的都高了 尤其考虑到CCA本质上 还是一家以开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能在美国这种劳动力成本高得吓人的地方 干出如此成绩来 可想而知 人家的业务开展的有多成功 CCA的成功和美国犯罪界 那堪称勃勃生机万物进发的行业生态 是密不可分的 在美国私营监狱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买卖 美国的监狱里关押着世界上最多的囚犯 目前全球约有1077万人在监狱服刑 而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服刑人数超过200万的国家 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自己都曾经吐槽过 说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占全球总人口的5% 但囚犯人数却占到了全球囚犯总数的25% 是世界上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 例据2023年世界人口审查的数据 在平均每10万个美国人中就有629人在坐牢 因此美国的监禁率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遥遥领先 美国不仅囚犯数量遥遥领先 而且CCA们在使唤这些囚犯时所需支出的成本也低得下人 有统计指出一个囚犯在美国坐一年牢 大约能为赐银监狱赚取2万美刀的利润 而且所有囚犯都等于几乎免费的劳动力 用这帮人还不用担心会受到工会的撤肘 囚犯们一小时的工资才17美分 折合才1.2元人民币 庞大的囚犯人数 以及比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还低廉的工资 这两项因素叠加起来 为CCA和GEO在美国的事业共同造就了一处难得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铺框 现在我们再来发散一下思维 川普要驱逐非法移民 而非法移民又不愿意离开美国 如果换作你是川普 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要是川普 其中一个选项就是把这些非法移民通通送进CCA和GEO这些美国的私营监狱里 CCA和GEO的其中一项功能本来就是拘禁非法移民 在被证实身份之后遣送回国之前 这些非法移民在美国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在私营监狱里待着 对于CCA和GEO来说 他们就是最完美的奴公 因为他们没有美国身份 私营监狱可以随便剥削 CCA和GEO让他们干啥 他们就得干啥 川普心心念念的制造业回流 就这么歪打正着的实现了 柿子就得挑软的捏 美国有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族裔的非法移民呢 你说川普会拿谁来开刀呢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只敢窝里横的中国认人 比如王伟恒AKA田田圈 陈旺AKA手工建筑大师 丁一多AKA法拉盛议员 徐思远AKA推特上的那个耳鼻 大家别小瞧了这帮人 这一个个可都是标准的 境遇系的好苗子 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就是周立奇 AKA切格瓦拉见了他们 我估计他都得来一句 和这群牛仔待在一起 那种感觉比家里面好多了 我超喜欢和他们待在里面的 另外这群人人在美国的数量可不少 哪怕按保守职工算 起码也有好几万 川普把这些人送进私营监狱之后 这一个个的可都是优质劳动力 一来减少了对美国财政的消耗 二来又给自己的金主 也就是CCA和GO们投桃暴力 美国政府一要付钱给私营监狱养着这些囚犯 二来这些囚犯去给工厂打工 私营监狱又有抽成 一联想到这种场面 我要是CCA和GO的高管 这会儿怕不是嘴都笑歪了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 那么最惨的 我觉得就是那些在入境美国之前 就把自己的护照给扔了撕了烧了的润人 因为这些润人既没有身份证明 又不想乖乖回国 因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 本就是因为欠了一屁股债才润美的 比如王伟恒 他们嘴上说什么去美国 是为了投奔民主自由 实际上就是怕被追债 才躲去美国当老赖的而已 你说川普上台之后 会给这帮人什么好脸色呢 你们这群认人 不是时时刻刻都希望向美国政府表忠心吗 行呢 那就从入狱为美国创造劳动价值做起吧 我记得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的动作电影 死亡飞车 杰森斯坦森年的 这部电影啊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剧情设定 2012年 美国经济全面崩盘 失业率创新高 导致犯罪率急剧上升 一些富有权贵成立了私营监狱 并通过在监狱里举办各种商业活动来大发横财 其中一处私营监狱就是中节岛 中节岛是一座远离内陆地区 长达两英里的海岛监狱 不少死刑犯和终身监禁犯都被拘禁于此 中节岛的典狱长克莱尔·薛尼斯 是一个丧心病狂的黑心资本家 他把囚犯们组织起来参加死亡决斗赛 并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来获利 不过这种直播看多了 观众们也容易腻 于是乎 克莱尔突发奇想 创造了全新的监狱网络直播赛事 死亡飞车 让囚犯互相之间依靠赛车竞技的方式 决出胜负 死亡飞车不是一般的赛车竞速比赛 囚犯们驾驶着被武装到牙齿的改装车 在险象环升的赛道上疯狂驰骋 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比赛 因为一旦输掉 那真的会丢掉小面 而且死亡飞车的赛事规则设计 本身也鼓励囚犯车手之间 尽可能的采用暴力手段淘汰对手 因为只有这样 网络直播的收视率才高 克莱尔向所有参赛者承诺 无论任何囚犯 只要他能够连续赢得五件死亡飞车比赛 那么他就可以重获自由 这当然是克莱尔扯淡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私营监狱资本家们的话术 用来诓骗囚犯们在赛场上玩了命的飙车 好为他源源不断的赚取更多利润罢了 当初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犯嘀咕 心想你们美国人真是有够扯淡 这么天方夜谭的剧本也能拍成电影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我承认我还是太年轻了 我笑美国电影编剧脑洞大开 美国电影编剧可能也在笑我不懂美国的社会现实 不知道如今的CCA和GO里头 是不是也有一群蠢蠢欲动的克莱尔 如果有的话 没准他们也在盘算着 在经济微如雷软的美国找一处终结岛 组织一场死亡飞车赛事 要是那一天真的到来 我们搞不好还能在赛场上看到王伟恒 陈旺 丁一多和徐思远他们的身影呢 要是觉得死亡飞车这种成人组太过暴力 不适合中国人员 那巨鹰一般的特殊体制 那么给他们专门安排一张小孩桌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 到时候王伟恒和丁一多 他们就开卡丁车和碰碰车 要增加攻击性的话 就让他们用随身携带的棒子护轮 用脚往对方的车子上蹬 就像玩暴力摩托一样 那样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最起码欢乐之数肯定是浪漫了 啥时候要是CCA和GO真安排了这么一出了 我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毕竟这么大的乐子 谁也不愿意轻易错过 对吧